航空委员会今天也表明严正看待航空公司随意更改航班的问题 为了捍惠乘客的权益 当局已经指示航空公司交出过去11天受影响航班的资料 包括原本的航班时间表 以及在假节期间调整的航班编排 航空委员会执行主席纳杜斯里沙利布丁发文告表示 他们接到投诉 指航空公司随意调整航班 没有及时通知乘客 因此航空公司受促交出上个月29号到这个月9号 受影响航班的所有资料 好让当局能够掌握准确客观的完整信息 航空委员会指出 如果乘客面临航班延误问题 或是没有得到应有的赔偿 也可以透过FlySmart网站做出投诉 与此同时 当局也正在修订航空消费者保护守则 让消费者能够获得更好的保障 同时当局会确保航空业者时刻遵守 有关守则 全部通知呆 50号公司 这里 bez马云 20号公司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